大家都知道 新一季的沈大師港投資就開始訂購 但今集來說 我就不做任何宣傳了 如果大家是過去有訂購的 就自己把時間訂購了 如果真的想訂購 你可以看我接下來的一集 或者上一集如何訂購 今集剛進來直播室的時間 就收到一封投訴照 但偏偏我今天做了的PowerPoint 就說今集不講投資 所謂今集不講投資 其實主要是第一部分 因為實在有太多事情發生 而我自己覺得 在香港面對著一個關鍵的時刻 有些事情我都希望大家舒緩 其實就不是說不講 只不過是講一些的理論 一些現象的理論 無論應用在哪個層面 商業機構 宗教 政治 投資 都有用在第一部分 就不會講到市場的事情 但是 裏面都包含了一些 在投資市場你們看到的一些現象 其實是一樣應用到的 第二集 我就會真正說回市場的事情 所以第一部分 免費的部分 就不會涉及這麼多投資的事情 因為為什麼呢 我剛進來的時間 就收了一封投訴照 裡面就說 我這個節目 講了太多政治事情 其實 大家公平一點去判斷 有很多政治的事情 是涉及到和投資相關的政治 有部分可能是熱耐之音 但是 在特別的第二部分 收費時段裡面 始終都是投資的成分 是比較重的 當然了 或者我說的話不適合 就是另計 始終 在這個公開的平台 訂購是你情我願的 我的節目 內容質素 合理與不合理 你聽了第一部分 覺得適合的 你可以訂購 我一直都說 我不會黑銷 黑銷你 跟我 跟我一定是賺很多錢 跟我一定是 那個方向是對的 不會的 這個節目是教大家 投資的思維邏輯 是教你們去分析 判斷 以及做投資的基本邏輯 那你 沒有可能要求整個節目裡面 其他的一些學說 一些邏輯的分析 你不去教的 對不對 那你沒有可能 每一分鐘裡面 都在說市點的 市點的 對不對 Anyway 我也是那句 大家覺得 我講的東西 對大家有用的 特別在免費時段 你可以訂購 你覺得不對聽的 不訂購 我都無人歡迎 如果你不訂購 但只想聽第一部分 免費的 我都一樣歡迎 其實最重要 我希望做到的角色就是 給大家一個正確的思考 和分析判斷的方法 至於 OK 我要幾多分鐘 即整個節目裡面 是不是要每一分鐘左右 講投資市場 我覺得 沒有可能 因為每一個財經節目 都不會是這樣的 一定會有些事情 拉過去其他的範疇 而回頭 就放回去 投資市場 那裏做分析 那 你就說 OK 那個 意見 那個看法 對不對 正如最多人說 就是說 我判斷 這個中美的角力 那個博弈 我一直都覺得 是美國會跪下的 那這些 如果大家的意見不同 沒得說 你可以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但是我的看法 是有理據出來的 我是擺出來 預測一路的過程 而你又看到 我預測的東西 是逐步步步走出來的 那你還有得爭 這樣就沒得說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再 先入爲主 入了腦 再是一路這樣說的 我都沒有辦法 因為我看到的東西 就是這樣 我判斷的東西 就是這樣 那我就是一定這樣說的 我沒有可能扭曲自己 去奉承 去奉迎所有的大部分的人 看法就是 覺得 一定是大陸爆破的 一定是美國贏了 一定是大陸的肢解 沒有可能 這件事 根本就不是 你們所說的情況 至於你說 OK 跟著往後下去 怎樣 就放長雙眼看 很多東西 其實投資市場 你跟別人說的東西 現在眼前你看不到的 就以為不是 就是 投資可以分很多層次 有些只是看到眼前 就是猜它明天是升還是跌的 有些是整個大局去看 看接下來的大發展的路向 用你的策略來判斷 就是正如我去年叫大家買金一樣 每個人買完之後 不停下跌 又說害死人 很多很難聽的說話 在留言 那結果呢 結果今天你就看到 誰說得對 那個方向是怎樣 整個鋪排部署是怎樣 現在你面對的危機 為何一股不留 為何拿著現金 為何不要買樓 這些全部都可以 驗證到我的預測 是逐步逐步走出來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是會堅持 所以 告訴大家 如果你想訂購這個節目 你要有心理準備 我不是整個節目 每一分每一秒 都只是講投資 裡面一定滲集了 有不同範疇的一些見解 或者分析 而這些見解和分析 你可以不同意 我也不是要求所有人同意 我會告訴大家 一些不是投資範疇的東西 如何最後又拉回到投資的判斷 那裡 我覺得這樣才是真正有質素的財經節目 對嗎 每次拿著圖 每分每秒都說 這隻破什麼位又什麼 跌什麼位又什麼 你什麼位去追 沒有意思 通街都是免費的 財經節目就是這樣 那你們就去聽 對不對 這集不講投資 因為香港的局勢實在太令人憂慮 當然第一部分所講的 涉及投資的範疇是比較少 但是從第一部分 你拉到第二部分 就會看到 我們現在正在應對現在市況的時間 應該要怎麼做 記得 應該大約一個多月前 我曾經說過 香港氣數已盡 那時候是我最憂慮的時間 就是有很多事情 還會有變數 還會有機會有改變 當然就希望不要certify 所謂certify了 就是說已經知道路不能回頭 過幾月前 或者未必六月底七月頭 其實有很多的事情 只要某一方面處理得好些 可以在那一刻 將危機演變回冷靜平靜 不敢說平息 因為我始終都是相信那句 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航 有很多事情是日積越累而回來的 但是一路一路看著事情的進展 其實早在兩三個禮拜前 我已經很確認一下 或者一個月前我所說 香港氣數以罪 其實我發覺這個劫 對香港的劫 基本上就是在三個月前 我記得當日我和大家點了首寂寅之歌 已經告訴大家 現在這樣的趨勢去下去 香港死路一條 但是中間 既然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錯失時機 那到今時今日 只可以這麼說 由很多的日積月累的恩怨仇恨 積聚而來 而導致到今天這個攬炒的局面 我想就是大家都沒有辦法可以改變 也都我看不到可以改變的可能性 香港的氣數議障 那當然了 當中也都涉及到有些玄學風水上的東西 那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差得太遠 但是我想就是香港的風水破壞了已經 打從97年開始到現在已經是在做的了 那當然了 你說人為因素 刻意還是無知的因素 而導致到這樣 那始終風水原學 信則有不信則無 沒有辦法了 好了 現在當前的局勢是怎樣呢 我們冷靜客觀去看一看 即是我不想說太多政治上的立場 因為始終這件事是比較敏感 還有我都會適可而止的 即是在財經節目裡面 我就不會牽涉太多政治立場的表達 但是局勢的分析 絕對是對投資的看法是有影響的 現在當前的局勢很簡單 大家看到社會上的運動 示威的活動是一路一路升溫 是升級的 而暴力的對抗 包括警方和示威者也都一起升級 這個很客觀 兩方面都升級 好了 越升級就會帶來很多的損傷 越有損傷就越令仇恨加深 這個是困局是死局是沒有解決 唯一的解決方法和解 也有個問號在這裡 我覺得暫時都很困難 某一方希望用壓力暴力 去逼另一方就範 我想來到這個階段 理論上就很難做到 最後結果大家心中有數 我想每一個人參與的 或者旁觀的都會明白 這就是客觀的事實 會不會真的有意外地和解 我覺得機會就不大 好了 接著另外兩個局面 昨天就有提到 其實我還未完全可以做Fat Chat 應該就有報道所說 就說特首是想引入這個緊急法案 當然這件事的利與弊大家都知道 會有引來什麼後果大家都知道 我想外面你們留意時事政治都知道 如果對於投資市場來說 這件事也會構成一個大的震盪 那究竟會不會呢 什麼時候呢 我想如果我自己來計 因為其實這兩三天我突然間又心碎不靈 早兩個星期我都會定一點 就是覺得有些事情好像有個轉變 當然當中是配合原學的因素 或者其他的感覺 但是經過了過去的一個星期 感覺到又有些力量出來了 這些力量又將整件事的對立面又推到更加高的層次 原因、內緣我不知道 但是總之感覺是 不太尋常 也有很多人說 會不會解放軍力 其實是否真的有心逼解放軍力 跟著攬炒 諸如此類 這些我不知道 但是總之現在這個就是困在一個死局 而這個死局 要看就是接下來的變化 而這個變化 我會相信就是在接下來的這幾天 829就遍地開花 831就真的是831的幾周年了 4、5周年 那我想就是衝擊是大 如果我配合原學講的日子 829就是無數日就是無數日 831就是根子日 如果我們看歷史 120年前 無數年和根子年 其實當年的滿清 王朝也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無數就是變化 之後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跟著之後 滿清繼續積弱 跟著發生一些義和團 很多的事件 去到根子 就是一個亂局 跟著是八國亂軍 其實 如果以六十甲子來計 根子日呢 基本上是一個亂 是一個亂局 而剛好 831就是根子日 這個令我是很心水不靈的 就是很擔心就是說 去到星期六 可能很多事情再進一步升級 我想每個香港人都會擔心 包括抗爭者 包括政府 包括警察 包括普通的市民 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有很多的粉絲和學生 都是在壓力之下生活 他們面對著很多的問題 家庭 子女等等 其實我相信香港每一個家庭 都可能在面對這個問題 或者對前路面 亡言不知所措的情況 但是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面對呢 其實這集 為什麼上半集我說 不敢投資呢 我嘗試一下用心理學 或者一些的 學術上的理論 來幫大家 做一些心靈上的事情 希望真的舒緩到 大家的想法 就是我覺得現在香港 一定要需要 有人去做一些的 正能量的放鬆 不要每次都負面 每次都掃諸於一個仇恨 但是當然 我的能力有限 但是僅有我的知識 或者我對 可能心理學的 小小時間的 學習 希望幫到大家 有時候 在這些環境裏面 最難的一件事 就是你都不知道 怎樣去抒解自己的壓力 香港現在這一刻 其實面對著很大的危機 有些事情 我會覺得 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 即是那時升定跌 賺錢蝕錢這下 在現在這個時刻 其實大家 反而應該是覺得 有些事情更加重視 未來肯定一個現象 就是香港的樓市和經濟 就已經成敗陣 敗仗了 即死了 經濟 未來這兩季的數字 將會很急劇的莫化 不過有一點我要強調 我不會將這個因素 完全歸咎下去 示威活動 因為香港的經濟 根本就在死 只不過是快與慢 程度上 即是 我也都這樣說 我會覺得很持平的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經濟 根本需要死 而死的主因 就是地產霸權和樓價 而地產霸權和樓價 衍生了一件事 就是不公平的資源分配 和貧富懸殊 拉得越來越負 從而導致年輕人的前景 前途看不到 這個是其中一個 激化了整個運動的 其中一個主因 而香港的經濟 亦都因爲過去十年 美國做QE 令到香港的資產價格 加上自己的施政那方面 令到樓市供應那裡 失衡有斷層 而夾高樓價 夾高租金 厄殺了所有中小企的營運 包括最重要就是零售和飲食 而令到普羅市民的 他的可動用的收入 即Disposable Income 交完租之後 或者供完樓之後 是完全將生活質素降低 這個就是香港經濟陷入衰退的主因 主因就是高樓價 所以我當日有人說過 如果政府在八九成的住屋是公共屋邨 香港會沉淪 我告訴你不是 香港的沉淪就是因為沒有公屋 香港人如果人人有屋住 根本香港的經濟就會繁榮 但是現在就搞到什麼呢 搞到香港人大部分就背了層樓或者交租 而小部分人有錢 這個才是問題的癥結 所以香港的經濟沉淪是必然的事 就是地產百權高樓價政策 現在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 不是因為單單這幾個月的社會運動 這個我是很持平的 我一定要說回公告的話 以我財經投資界的經驗和知識 我可以告訴大家 香港的經濟並不是社會運動帶來的 香港的經濟是因為就是高樓價 不單止香港 全世界各國都是 為什麼民粹主義抬頭 為什麼美國人會選特朗普做總統 為什麼法國有黃背心 為什麼英國要脫歐 全部都是因為美國種下的QE毒 資安已經毒去全世界的投資界 投資銀行 接著再用QE毒去全世界 最終一個目的就是賴債 所以買美金 買美債 買美元資產 最後都要送你死 連最後的渣都要吐出來 所以大家冷靜一點 千萬不要很多東西就先入為主了 去看一件事 應該要明白前問後理 來龍去物 從過往的來龍去物去 找出整件事的問題精結 原因 當然了 你說是否只是美國人的責任 也不是 其實政府也有他的責任 但是政府的責任 是部分的責任 不是全部的責任 背後還有很多很多的因由 但是時間不容許我再說太多 而香港現在最大危機 就經過這幾個月或者日漆月累 又佔中到現在 其實一直已經播下了一個仇恨的種子 這個仇恨的種子 已經慢慢成長 所以要解決問題 不是三言兩語 大家坐下談一談 就可以解決 但是究竟怎樣解決 真的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會覺得 如果將仇恨更加推向極點 更加仇恨的話 問題永遠解決不了 所以我也去找很多資料 看看不同的學說 如何去解釋這件事 做仇恨的種子 播了之後 其實接下來這個週末 或者接下來短期內的幾個星期 我最擔心的 其實始終都是那句 人命的損失 生命是最寶貴 錢輸了不要緊 或者錢賺不到不要緊 經濟畢竟最多捱窮 降低生活質素不要緊 但是人命損失 這才是最重要 我想大家要明白 接下來我們面對著環境 我們應該怎樣 香港人其實現在這一刻 可以怎樣自處呢 我覺得大家要有 真的有一個 面對逆境的思維 真的我近來 轉換一張PowerPoint 近來 真的面對著很多朋友 每一個 What's it good 全部的舊同學舊朋友 永遠都是走了一半 個個都是這樣的 你怎樣拘捕都拘不回 有很多個家庭 他們知道我比較持平 可以聊天 都說怎麼辦 子女和父母吵架 真的大家的意見不合 是可以去到反面的階段 但是現在面對著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要大家集合大家的能量 開始建立一些正面的能量 不可以每次都還是負面 再這樣下去是很難搞的 好像我自己搞 有一個另外再搞一個網台 大家幾個partner 政經不同不要緊 但是 講的話越講越激 其實當兩方面真的有一個正面的對立的時間 火上加油是否一個好的方法 和理非是否一定不值得一提 其實我想大家要想一想 想清楚 現在最大問題就是很多 沒有參與 背後可能 對於家人很擔心的一些香港人 我只可以這麼說 剛才我說過 玄學上的角度 我看來這幾天是很大的事情 特別是8月31日 唯有大家面對這個環境 盡量集中正能量 可能大家會覺得我今天說的話 好像都無關痛弱 無關那個投資的事或者是廢話 但不是的 以我的經歷 我是一個可以給大家做樣板的人 就是一個可以十幾年來 不斷被人攻擊的人 為什麼還可以站在那裡 堅持自己的看法 將一個正確的投資觀念 灌輸給普通的投資者 話指你被人攻擊我都不怕 這個就是正能量 就是你一個積極的情緒智商 面對任何的環境 你自己有你的正面的看法的話 你是什麼人都不會害怕 大家盡量在這段時間 集合一個正能量 希望可以拋棄成建 用一個和平的態度 理性態度去面對 最近我也有留意一些其他的原學家 或者有些是宗教的人士 其實最近有一個我覺得挺準的一個原學家 他近來不斷每晚都開Facebook Live直播 就播什麼呢? 播他在那裡念誦地藏經 即是他們是佛教的 其實他就是用自己的宗教信仰那樣東西 來希望灌輸一個正能量 一個愛一個平和平 或者一個希望能夠可以祈求到一個 不要那麼大傷害的結果出來 始終我會覺得生命是重於經濟 重於金錢 重於財富 那些拋開不要理著 現在要面對著現在香港的險境 我們要盡量希望可以集合到一個氣場 希望將 說真的 香港經濟死了 已經是不得真的事實 沒得說的了 現在就是希望在一些衝突事件裡 祈求到有一些不要那麼大殺傷力 那麼大傷害的結果出來 我想呼籲大家就是 各個不同的宗教都不要緊 不同的宗教的人士 用回他們宗教裡面 一個討告的方式 比如說佛教你念你的佛經 地藏經 地藏經 觀音經 或者宗教的基督教的 念你們的聖母經 或者你們的聖經 希望集合一個能量 來面對著接下來這個禮拜的環境 即是真的 真的 接下來是我很擔心 本來上兩個禮拜 我確認到整個局勢 今天要死那些不理的了 但是 是看到有一個緩和的跡象 但是這一下是有一些變化出來了 這個變化 我都不知道來自哪方面的力量 總之就是以我的認知 我的感應 我是覺得 都幾大件事 唯有的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為那些有危險的香港人 我們為他討告 為他希望 就是說 影響力不是那麼大 仇恨 剛才說到 其實 我發覺現在社會的分裂 建基於很多的仇恨 那究竟仇恨是甚麼呢 那我又去查一下書 其實我學每一件事都是 我不會就這樣別人說我又聽 我就要查不同的理論 看看不同的分析角度 其實 人類為何這麼容易有仇恨 懷恨在心呢 為何這兩代仇恨的心 比我們早兩代呢 其實有很多事情 就是和成長或者認知是有關的 但是 其實你根據心理學的角度 心理學家 我都學了很多 有行為學說 就是說 人的行為是後天的掌佛制度去索造出來 所以一些 你栽培到他 或者你不斷去犯錯犯罪 而得到益處的人 他就會更加是會犯罪 也有一塊學說就是佛洛伊德所說 人天生有兩種的本能 一種就是性的本能 另一種就是死亡的本能 死亡的本能是一個破壞性的潛能 有不同的解釋 但是我又找到有一個 邁亞密心理學家 他叫Michael McCulloch 他指出 人們並不是尋求快樂和獎勵本身的 而是追求實現目標的一個渴望 而這種渴望 可能會引致到他有一個不安感 這個不安感就帶來了一個 復壽的很強制性的一個潛能 等於解釋就是 當我們和其他人發生辛執的時間 會有一個渴望 渴望的狀態 那個狀態是要追求什麼呢 我們就會重視 所以我們很癡迷於 就是要令我們的對手 要令對方改變主義 就是要屈服別人 要令別人屈服於你之下 他要接受你的說法 否則就會加深了一個仇恨 要令到他們承認錯誤 要理解對自己造成的傷害 因為他們的錯誤 而對我造成的傷害 我要你每次復復地屈服 承認 接著就認錯 這些這麼像文革批鬥 真的是一件事 要令到他 以後貼貼復復 就跟隨我的想法來做 因為達不到這個目的 就會更加加深的仇恨在這裏 當然 在股市上都有的 我們不能不拉下投資 投資其實也是一個心理學 股市也有的 有很多人 死都要執著一個犯的錯 就是我買了這隻股票 跌了下來 我死不犯錯 但是他為了要報仇是怎樣呢 他不會去抽離去想 就是說 我當日決定錯誤 選錯了這隻股票 這隻股票已經不值得一顧了 反而他們是傾向於 越跌就越溝 越溝就越買 不肯承認自己的錯 而越來越想要盡快報仇 那就跟著溝 希望彈上來可以全身而退 甚至贏錢走 但是他不想想 就是執著於這個的仇恨 希望那裡跌倒 那裡爬上來 希望要在這個裏面 報仇贏回去的 這個的心 其實影響到他錯誤的思維 反而他把溝貨的錢 放在另一隻 可能賺得更加快 甚至會斬了它 搬到另一隻 你贏回你的本 又可以 這些就是仇恨帶來的 一個不好的地方 正如下一章 2005年有一項研究顯示 懷恨在心或者沉溺於憤怒 會讓人肯長時間增加他的侵略性 即是說這個恨一天不消除 只會是更加仇恨更加巨心侵略性 所以我說 為什麼這個局很難拆 其實過因這麼多年來的施政中落 2014年的佔中 擺平了 但是總資就播了 到今時今日發得更加厲害 今次不能夠徹底解決 下一次過多幾年 就會更加更加 雙倍加勁 這就是整個問題解決不了 死局就在這裏 甚至於對那些仇恨或怨恨毫無關係的人 都是這樣 即是說這個憤怒不單止是對於 令你有仇恨的人 觸罰你仇恨的人 甚至乎你有仇恨的人 其他毫無關係的人 都一樣是這樣 即是你輸了一隻和王 你就珍惜李嘉誠整系的股票 你輸了一隻八號仔 貨網股那潮 你就珍惜整個李氏家族那系的股票 這些其實一樣解得通 憤怒和心虐可能會被不適當或激起 在這種情況下無助於解決問題 重點就是 無助於解決問題 反而令情況惡化 我希望這個基本的背景資料理論的資料 能夠大家吸收領會去演化成為 將來大家做人處事 或者面對一些問題的時間 在一個解決方法上 會不會多一方面角度的思考和想法 好了 第一部分的時間差不多了 但是第二部分我們還會說 mind control 思想的控制 待會第二部分我們再說 現在就播一首歌 這首歌是一首聖詩 即是宗教的歌 但是我覺得很好聽 旋律好聽 而且內容很有意思 希望大家靜心去聽聽